各位同学好 我想要介绍一下这种悬碧梁的问题 悬碧梁在这个均布赫重作用之下 我想要画一下它的简历图跟弯具图 我要采用的方法是先建立数学模式 因为谈那个工程数学如何在这种类型的问题身上有应用 就建立一下数学模式 数学模式里面如果要探讨简历问题的话 那这个控制方程是跟简历有关 至于如何推导 各位同学们去看一下那个关联影片 第一个是我已经完成过的 简历的维分是负的外力荷重 那外力荷重也可以是一个有变化的外力荷重 随着距离而改变的外力荷重也OK 目前这个外力荷重是常数 Q是一个常数 如果你是要探讨弯具问题的话 那这个跟弯具有关的方程式是 弯具拿来对空间变数两次微分 这个会等于-Q 接着就是一次微分的问题 我应该给它一个条件 两次微分的问题我应该给它两个条件 那一次微分我给一个条件 我通常给端点的条件 就是左边这个端点或是右边那个端点 都可以了 那因为这个做力平衡分析很容易 一下就看出来了 所以同学我们就直接观察一下 往下的作用力 我有给它的单位 Q是均步荷重 通常我们给它的单位是 这个叫每公尺多少牛顿 就是牛顿每公尺 距离用的单位是公尺 习惯上 Q乘上L是往下 就应该一个固定端 固定端的随时方向反力 去跟它平衡掉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 它应该也会有弯距的力平衡关系 那同学也是用观察法一下 就把它观察出来一下 观察出来它到底是多少的 支撑端的弯距了 好 这个固定端的这个弯距 我可以 因为同学观察比较快 就是Q乘上L 有一个等效的集中力在这边 等效的集中力在乘上它的力距 就是力乘上力壁 力乘上力壁 产生的力距 就是这边的弯距 好 也就是Q乘上L 再乘上一半的长度 一半的距离 所以应该是 2分之QL的平方 这个固定端的弯距 我刚刚用观察的方式把它算出来了 然后它的垂直方向 固定端有一个垂直方向的反例 QL 这两个有一个要给这边用 有一个要给简历的控制方程 简历相关的数学模式来运用 跟简历有关的数学模式 它在X等于0的位置 我定一下坐标系统 这个位置是X等于0的位置 在X等于0的位置上 它有一个顺时针转动的简历 在这个梁的附近 它会形成一个顺时针转动的简历 顺时针为正的话 那这应该是正的QL 那应该是一次为分的问题 我将来积完分之后 会有一个积分常数 所以我只要一个条件给它就好了 如果是弯距问题的话 弯距问题的话 首先方向我们是这样定义 我们是上面边缘产生压力为正 简称为上缘压力为正 目前的话这样的弯距会产生下缘压力的状况 各位同学可以感受出来说 这个梁应该会这样子弯 这样子弯下来的话 应该是下面的边缘是压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负的弯距 弯距在0的位置 它是负的2分之QL平方 然后在自由端呢 自由端的地方应该是不受弯距的影响 没有弯距的 自由端没有弯距 各位同学我刚刚建立的数学模式 有一部分是要给简历用的 有一部分是要给弯距用的 各位同学我们怎么样处理它的 找出它的答案呢 要找出它答案的方法 只要把直接积分法用一下就好了 各位同学你有在我前面的单元看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 如果我的问题 如果我的问题是 左半边是应变数的一次尾分 右半边是自变数相关的函数形态的话 那我只要直接积分它 左边右边同时对X积分 就可以算出答案来了 就这个状况 那我现在右半边它好像是这种标准形式 就直接积分它 这边就积分它 这边的空子方整式是简历的尾分 一次尾分 等于负的外力 负的外面作用力 负的外面的作用力 把它积分一下 然后 Q是常数 常数可以提到积分式外面来 剩下1 1要积分的话 那就是X 左边的话 比X 这两个抵消掉之后 剩下的话就是V 各种学校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 这个叫通解 我们注明一下 以前也常常这样做 这个叫General Solution 我利用通解 去找特定答案 就满足边界条件 那个答案叫特解 带入边界条件 找特解 带入 Foundary Condition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Foundary Condition 如果同学对我判断左边的简历 是代表正的简历有困扰的话 我稍微解释一下 如果在这个固定端这边切一小段 固定端这边切一小块 一小块的梁来思考 这一小块的梁 我们在想一下它受到哪些力量 我们刚刚有说它有支层端的反力 支层端的反力就是QL 那切开之后 切开的断面会有简历的 切开的断面 应该是跟我刚刚的简历 产生垂直方向的力平衡 这个垂直方向力平衡 用一下的话 这应该是QL的力平衡关系 上一下 各位同学 还有还有一个我刚刚一直在讲的 简历我是当作顺时针为正 顺时针转动的简历 对我的元素体或是整个结构体 只要它能够产生顺时针转动的结果 或是这样的效果的话 我就说它是一个正的简历 确实 各同学对这个小小的元素体来说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顺时针转动的结果 对不对 既然会产生顺时针转动的结果的话 我就说这个是正的简历 在这附近是一个正的简历 我给它正的 因为有些同学对正负符号有困难 所以再谈一下 各同学带进来之后 C就会是QL C是QL的话 我们的特解找到了 V就会是-Qx加上QL 再把Q提到外面来 L减掉一个死 各同学正叫特解 我们找到满足边界条件的特解 然后我就可以把特解拿来画图 就是这么简单 各同学画一下特解 X是0的时候 V是QL 正的QL 所以往上画 我在画的过程中 在我们的参考高度上面 参考高度是0的高度 参考高度的上方当作正的 参考高度的下方当作负的 这习惯是用这个方式来画图 参考高度往上 QL 然后端点呢 X-style的话 那就是0 这个地方算出来的简历是0 中间是一种线性变化 直线的变化 中间就画直线就好 这样子 正的简历算完了 为什么再来算一下 左边的部分 左边的部分 我们刚刚也要讨论到 弯距要怎么样定义 就是弯距的定义是 上原压力为正 上面的边缘产生压力的话 当作正的弯距 上面边缘产生压力的话 这是一个正的弯距 可是你看到我现在的这种弯距 我如果加在这边 你可以感受出来 我这个切开之后 断面上会有弯距 我左边的弯距是这样弯的 这样弯的 弯出来的 这个弯距大小是2分之1的ql平方 那当然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弯距 切开之后 两内部的弯距 会有这样的两内部的弯距 跟它平衡掉 而在靠近这个固定端的地方 这种弯距是负的弯距 所以我刚刚有加负号 这2再写过来一点点 然后在自由端 一样的原则去分析 在自由端 它就会没有弯距了 各位同学我把左边的问题也处理一下 各位同学还是一样 一次微分的问题 只要是左半边是硬变数的一次微分 右半边是次变数相关的函数形态的话 直接计分法都可以用 这还是可以用直接计分法 各位同学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把两次微分的弯距 先想成微分一次之后再微第二次 控制方程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各位同学去看一下观点影片 我是说 各位同学你看 现在我把两次微分的问题写成新的写法 那不就是有一个物理量被微分一次 就像这个 有一个物理量被微分一次 那这是所谓的硬变数被微分一次的概念 然后右半边是 右半边吧 右半边是次变数相关的函数形态 而且是特定的常数 那就直接积分它 左边积分它 右边积分它 然后无定积分的关系 我要加一个积分常数 然后这个积分会抵消掉一个微分 好 所以左半边的话 现在变成 YNG的一次微分 等于 負的QX 加上C1 事实上这个跟刚刚的结果一样 好 遇到一次微分的问题的话 再积分一次 好 再做一次积分 我们刚刚这边有做了第一次的自变数 对自变数积分 好 现在这边再做一次就好了 好 又遇到一次微分的问题 所以我就再积分它一次 好 然后不利积分的关系 所以我再加一个积分常数给它 好 好 然后 一样的原则就是 抵消掉 积分抵消掉微分 好 所以左半边的话就是弯具 被积分出来 好 然后右半边呢 好 X1次方的积分是2分之X平方 再乘上-Q 所以负的2分之1QX平方 好 然后C1是常数 常数可以提到积分式外面来 剩下1个3次的1 1对X是积分 那就是X 所以是C1X 好 最后再加上一个常数 C2就好 好 各位学生我算出来 这个答案称作什么呢 称作通解 包含积分常数的解 称作通解 好 这个是我们算出来的 General Solution 好 然后在条件去找到C1X2 那就是特解了 好 所以带入 Boundary Condition 有两个 Boundary Condition 有两个 好 左边的话是-2分之QL 平方 -2分之1QL平方 好 这个X带0 所以是0加0加上C2 好 另外一个的话呢 好 X带L的话 在GL段没有弯曲 好 X带L的话 弯曲是0 好 那X带L 所以这一项是-2分之1Q乘上L的平方 好 再加上C1L 好 再加上C2 好 好 所以我们先算一下 很显然 第一个关系是 已经告诉我 C2的话是-2分之1QL平方 好 第一个关系是告诉我的 好 第一个关系是拿来底下 运用下 好 就会有两个-2分之1QL 好 所以是 C1会等于正的QL 好 稍微先算一下 好 我刚刚这样子先算一下之后 这个 这个 C2 它是正的QL 正的QL 好 C2是正的QL 这件事我把它带进来 好 还有C1 C1 C2 C1 C2 C1 C1的话是QL C1 C1是QL C1是QL X平方 好 再加上C1 C1 C1 X 所以是QL X 好 再加上C2 C2的话是-2分之1QL的平方 好 各位学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系是 可以帮助我画我的弯具图 这是满足边界条件的特解 这个可以当作特解 好 这个特解 看同学有没有想要画简 没有画简 没有关系 它是可以画简的 好 画简一下好了 负的2分之1QT到外面来 那就是X平方 解 2倍的LX 好 然后再加上L的平方 对 好 那关系的部分可以再整理成一整项的平方 所以是2分之1Q 再乘上X-L的平方 好 这样看起来好像比较清爽 就是我的弯具又整理成更简单的表达方式 这是特解 这是特解嘛 好 这次 好 各位我根据刚刚的结果来画一下弯具图 好 这弯具图在0的位置上 它是2分之1QL平方加负号 好 往下画就负的了 好 我往下画 这个大家过来一点点 好 往下画 这个画出来的距离 往下的距离是负的2分 因为负号已经表现在这个图形上了 所以这边写 正的2分之1QL平方 等会我加一个负号在这个区域 好 然后接着在端点的地方呢 X等于L的地方 这就L-L 确实是0 好 左半边在这个高度上 右半边在这个高度上 那中间同学能够拉直线吗 不行 同学在拉直线之前 要先想一些关系式 第一个 它的关系式是平方的关系 平方的关系 本来就不会有拉直线的结果 不会 第二个重点是说 同学们 我们在建立简历跟弯具的过程中 各位同学看一下我推了过程 我们有去推出这样的结果 就是 弯具对X维登之后 这会等于什么呢 这会等于简历 这个概念有之后 那就代表说 如果今天的简历是一次方 那弯具一定是两次方才对 我的简历确实是一次方 一次方的这种直线的关系 线性的关系 所以到了这边一定是两次方的关系 这个弯具一定是两次方的关系 另外也可以表达它的协力概念 如果看到这里的简历是0 这里简历是0 这里简历是0 右边这个简历是0 那我的 因为这是微分代表邪律 所以我弯具在这地方的邪律应该是0 邪律听得懂吗 邪律就是这种方向的表达 它应该是0 应该这样子过来的 这样的话才能表现这边的邪律是0 然后另外的表现是说 我要画一个抛物线给它 因为平方的关系 就把握刚刚的原则 第一个在这边应该有画出邪律而领的结果 接着就弯下来 因为它是抛物线的关系 还可以再稍微弯一点点 看起来要更像 再画一遍 各位同学我们把弯具图也表达一下 这个弯具图 再弯一点好了 然后这个高度的话 它是1 2 的ql 平方 这是负的弯具 这边的范围内 在这量的范围内 画出来的弯具都是 产生下源为压力的情况 所以我们给它定义为负的 关锯是负的 好 各位同学我刚刚的讨论 就是我想要用 我们建立数学模式的方法 去解除简历图跟弯具图 到底应该怎么画 它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好 我今天表达在这边 同学们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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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